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 感谢主的看顾 我们又平安过一天的生活 今天晚上小弟要来继续分享 耶稣家谱中的女子 要来讲的是第二位 喇合 我们首先请看马太福音第一章 从第一节开始 这是记载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所选择降生的家庭 那么在肉身的家庭主谱上面 就有记载他的媒代的名单 那其中很特别的 有三位有记载女子的名字 第一位是在第三节说的 这个犹大从他马市 生法勒斯和谢拉 这是上一次道理分享 有介绍的这个他马 那再来今晚的是第五节的部分 撒门从哪和市 生波阿斯 那这个是 那下一回要来讲的 就会是路德的部分 那这是圣经明明记载的 耶稣基督在世的家谱的名单 那么虽然并不是每一代都 把这个夫妻的名字写上去 可是特别 只有这三个名字 那么既然作者有这样的特别的安排 表示在圣经里面所记载 有关于这三个人的表现 是可以值得我们去认识他们 并且也可以学习效法 他们在世上的坚持 像上一次分享的 他马我个人认为 那就是盼望 他本来就是归属在犹大的家 但是呢 有短暂的时间 因为丈夫离世了 回到自己的爸爸家里 但是他的心一直盼望 要回这个家 最后他能够完成他的心愿 又回归在犹大的家里 这是他的盼望 那么今晚介绍 这个喇合是信心 下一次讲的 路德就是爱 正如我们常讲的信望爱 那是刚好 可以这样的来做 这个他们不同 坚持理念的方向 所以这个喇合也可以写 也可以说是有信心的喇合 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来看 继续来读一段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一节 新约圣经西伯来书 第十一章三十一节 新约圣经三百二十四页 三百二十四页 好我们这一节一起读经 三十一节预备 既女喇合应着信 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在这里讲了这个喇合 是因着信 然后去接待了以色列人所差派来 窥探那个地的探子 然后他得到了信心的应许 他可以得到生命的保存 并且一切属于他的人 也都不会被杀掉 所以他就没有灭亡 这个是他的信心的行为 信心的坚持 让他获得生命的延续 而且也能够从迦南人的宗教信仰 他进入到以色列家 并且能够成为大卫王的祖先之一 也成为耶稣基督在世的 肉身家庭的祖先之一 所以既然这是天上的真神 耶稣亲自选择来到世上的家庭 那么我们单纯的相信 这个家庭的每一代的祖先 当然有他平凡的一面 但也有值得我们在信仰上学习的部分 好 这个是在新约的部分 来这个记载有关于雅河这个人 那么在旧一时代的范围是在哪里呢 他的记载都会在约书亚记 在第二章的部分 第六章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约书亚记所记载的 哪和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请看约书亚记的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就来读经 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七节的部分 先来看看当时的背景环境 旧约圣经的两百六十四页 我们翻到一起读经 预备 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 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 吩咐说 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 于是二人去了 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和的家里 就在那里躺卧 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 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 窥探此地 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和说 那来到你这里 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 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 女人将恶人隐藏 就回答说 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 他们是哪里来的 我却不知道 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 他们出去了 往哪里去 我却不知道 你们快快地去追赶 就必追上 先是女人领恶人上了房顶 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 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 追赶他们去了 追赶他们的人 一出去 城门就关了 好 先读到这里 那么在这一段 所记载的有关于喇和这个人 他是住在耶利哥城里面 那么圣经给他的 名字前面的称呼叫做 妓女喇和 刚刚我们读的西伯来书 也是这样写的 所以我们可以很单纯的说 圣经怎么写 你就怎么信 他就是妓女 但是当然也有另外 在查考圣经的人 有另外的认为 这个喇和是住在耶利哥城墙上面 那么在早期的生活里面 这个城门是很重要的地方 那城墙当然也是跟这个城 跟外界有关联的地方 那么就好像我们在早期 听老人家讲 在庙口 大家就坐在那边泡茶聊天 会互相的来通报一些情报消息 所以你想要打探什么消息呢 就去庙口跟人家泡泡茶聊聊天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陌生人来了 或是说这个谁家 这个生了什么小狗 或是遇到什么样的好事 坏事 各样的情报 你在那里 你多少可以听到 所以以色列人所差遣这两个探子 来到了耶利哥城 要打探消息 当然要去找什么 情报交流的地方 所以他们去找这个喇合 所以有研究人说 那可能就是在城墙上 他开了一个旅馆 就像旅馆的老板一样 那不论如何 至少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出 以色列人所差遣这两个情报员 他并不是来召记的 他就来打探消息 所以住在这里 至少在第二章你们看不出 这两个探子 有做什么违反 这个神的诫命 神的律法的事情 就是完成情报员的任务 那这个是 这个对于 这个妓女 和这个妓女的称呼的 背景的解释 那我们一点理解就好 但不论是怎么解释 至少那是在他 归入以色列家之前的事情 那么之后呢 他就已经是跟随了 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 他也成为大卫王的祖先了 所以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 这个家府里面的其中一个人 那我们先了解他的情况 好 那再来 这个喇合 为什么说他有信心 因为刚刚在西伯来书说 妓女喇合因着信 曾经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 凭什么事情 他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继续来读经 来看哪和怎么跟 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 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想法 我们继续读第八节 预备 二人还没有躺卧 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 对他们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的一切居民 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 使红海的水干了 并且你们怎样带 约旦河东的两个 亚摩利王西红和二 将他们进行毁灭 我们听见一些事 心就消化了 因你们的缘故 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你们的神 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我们先到这里 这里是 拉和他直接跟以色列的探子来表达 在他们的心情 就是这整个耶利哥城 还有他自己的感受 首先什么 就是知道 请看第九节说 他对他们说 我知道 就是哪个自己 我知道 你们的神 已经把这个地 赐给你们 所以 虽然在早期 那时代没有说什么 电视新闻 可以做这个新闻的 传递 交流 但是毕竟刚刚有讲 那城墙之地 是各方情报来源的交流的地方 拉和他当然知道 因为在城墙 等于在城边的这个环境里 他都可以知道 各方 远方的客人来 在来这边过夜 讲一些事情 他就听 然后当然他也知道 城里面本地人的想法 对于他的 这个职份来说 他有这样的环境 可以知道各方的消息 所以他说 我知道 这个地方 已经是神赐给你们 而且他知道了 不只是这件事情 还知道什么呢 请看 第十节 因为我们听见 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 怎样在你们面前 使红海的水干了 这个听见是 四十年前的事情 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后在旷野 我们都大概流荡了四十年 才要进入迦南地 所以这个 那时候已经跟他们讲 已经烫金 以色列人出埃及 过红海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 那和也知道 然后呢 再来 这个约旦河东边的 亚摩利王 西红和俄 被消灭 那和也知道 那个是比较近的事情 因为是四十年之后 开始往北上走了 要向乙东人借地 不借 要向摩押人借地 摩押人不借 就绕路 到了这个 亚摩利王 西红和俄那里的话 不是亲戚 神就准许了 那就打 那这个消息 当然传遍 整个迦南地 那和 这个 他在情报 交换的 敏感地带 他当然知道 这个大消息 是两个国家 被消灭了 两个王 被抓了 这个是天地 天大的消息 他当然也知道 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所以 他可以连结 过去听说的 四十年前 可能那和也没有在现场 看到 以色列人过红海 可是呢 这个消息 就代代的流传 他也听到了 人家 这个来 往来的客人 会谈论的 那么 约旦河东岸的 亚摩利王被消灭 他也知道 而且是一步一步的 逼近 耶利哥城 所以 首先那和表达 就是 你们 在 这四十年以来 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并且 我们也知道 你们内部的事情 因为什么 他说 耶和华 已经将这地 赐给你们了 这是属于 以色列人 内部的事情 外族人 我不知道知不知道 但至少 我按照圣经里面讲 那是神应许亚伯拉罕 这个地 要赐给你 你的后代 到了第四代 才会回到这地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 还没有满 所以时候到了 进来了 所以这说起来 这是神跟亚伯拉罕 以及 他的 他的孩子 以撒 雅各 这个系统下面的 后代所传讲的应许 说起来这是 以色列人内部的 的资讯 但是呢 连 哪和都知道 这个地 我知道 你们的神 已经答应 赐给你们了 所以这个哪和 并不是 只知道 自己的事情 或是表面上的新闻 他也知道 以色列人 他们 心中的盼望 就是这个 神应许 他的祖先 亚伯拉罕 是这个地 那一切都知道呢 然后再 又加上 再来又说到 我们的心情怎么样 请看 第九节 后面说什么 他说 并因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 这地的一切居民 在你们面前 心都消化了 也就是说 你们人 你们 这个民族 还没有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都已经知道 你们了 听到你们的 消息 我们都很害怕 会慌啊 因为一个一个 都被你们 消灭了 而且越来越接近 越地割成 当然会造成 城里面的人 恐慌 然后呢 心都消化 就是 没有那个 那个胆量 等于说 有点在等死 这是 他们的表达 那 十一节 我们一听见 这些事 心就消化了 因你们的缘故 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 你们的神 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也可以在这里 又可以看到 那和 他虽然是当地 迦南民族的 一个女子 可是他对于 以色列人的 宗教信仰 他真的是认识 所以他说 你们的神 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管天管地 这就是 哪和 对于 以色列人的认识 所以不是说 什么都不知道 傻傻地跟随 不一样 就正如我们 现在我们的 这个 董事以后 才来信主的 弟兄姐妹一样 有做过 这个宗教的比较 我以前是传统信仰 可是我已经认识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创造天地旺旺的真神 是降世为人的 耶稣基督 能够 虽然还没有受洗 还没有信主 可是呢 多少都听说了 要加上基督徒 有些的表现 真的是令人感动 令人佩服 多少这样的好印象 虽然还没有受洗呢 有人就有那种心生羡慕 那么或是说 有多方的了解 哪和 就像这样的人一样 虽然还 还没有亲眼见到 以色列大军进城 但是呢 借由收集各样的情报消息 又加上 自己愿意去认识 去学习 有关于以色列人的一些 想法观念 所以他认识以色列人的神 他也知道以色列人的那个 神给他们的应许 所以他都知道 这就是我觉得 哪和很特别的地方 好 所以 既然他能够什么都知道 接下来他需要什么 要信心 我们继续读经 好 我们来 读这个十二节 从十二节开始 预备 七 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 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启示 也要恩待我父家 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 要救活我的父母 弟兄姐妹 和一切属于他们的 拯救我们性命不实 恶人对他说 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 我们情愿替你们死 耶和华将这地 试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 好 接下来 我们刚读的这一段里面 是讲到 哪和信心的要求 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来 我相信你们的神 所应许的事情 必定成就 我们也相信我们这个城 一定会被你们消灭 这是他相信 所以要藉由相信这些事情 后面要表达什么呢 救救我们吧 所以他能够有这个勇气 凭着他的相信 来跟以色列人所拆遣 这两个探子 来谈和平的条件 他说什么呢 说我十二节 我既是恩待你们 我保护你们 没有把你们交出去 让你们被抓 所以我保护你们安全 那么你也给我一个证据 能够救我们不死 这是哪和能够勇敢地表达 他的信心的盼望 然后也是一份什么 一份爱心 他爱他的家人 但这里可以看出 说要救活我的父母 弟兄姐妹 所以没有写丈夫 所以他还没有结婚 这是圣经里面的讯息 大概可以知道 所以这个是基于爱 他要救上去 所以说起来 拯救以色列人的探子 只有哪和一个人 但是因为哪和一个人 却救了全家 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全家信主 全家得救 通常圣经里面记载 都是救一个人的好行为 但是呢 得到神的应许 得到神的恩典 却是影响全家 那么有时候我们 我们的角色可能是什么 我们可能就是 受到恩惠的 什么都没有作为的 也不是说 就是一个顺服 说 家里 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像我们说 圣经肯定谁 挪亚 在当时是义人 是完全人 是与神同行人 只有讲挪亚 可是呢 救的是谁 全家都进方舟 圣经没有记载挪亚的太太 有什么好行为 她的三个儿子 她的三个媳妇 都没有任何 都没有写 我一起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不反对 顺服 跟着进去 就是这么简单 哪和 在这里 所表达的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结局 我们继续读经 这个 好 我们从 十五节好了 十五节 我们去读经 来读那个 他们的应许是什么 十五节 预备 于是女人用绳子 将恶人从窗户里垂下去 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 他也住在城墙上 他对他们说 你们且往山上去 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 要在那里隐藏三天 等追赶的人回来 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恶人对他说 你要这样行 不然叫我们所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干了 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 你要把这条诸红线细在 我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 并要使你的父母 弟兄和你父的全家 都聚集在你家中 凡出了你家门 往街上去的 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与我们无干了 凡在你家里的人 若有人下手害他 留他写的罪 都归到我们的头上 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 你叫我们所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干了 女人就说 照你们的话行吧 于是打发他们去了 又把诸红线细在窗户上 接下来就得到什么 信心的应许 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做善事就哪和一个人 因为他救了以色列人的探子 但是所得到的应许是什么呢 全家 所以十八节就说了 并要使你的父母 弟兄和你父的全家 都聚集在你家中 所以这就是 所以唯一 唯一他们全家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听话 顺服 如果今天哪和跟全家说 以色列人要来了 所以要听到那个有攻击的声音 要赶快躲到我的房间 躲到我家来 如果大家听都讲什么笑话 不理你 当然他们在外面四处游荡 就会被杀 或是躲错地方也会被杀 但是如果躲对地方 听从了善和所讲的事情 愿意相信 愿意顺服配合 时候到了真的躲进 坐记号的房间里 就生命得以存活 所以以 我们说全家信主的 全家得救的观念来说 其实这叫恩典 有做 有行善得神应许的 那个当事人 当然他有善行 很好 但不代表说 没有善行的人 就不能得救 因为他的全家 虽然没有亲自去救了 以色列的探子 可是他因为 愿意听从善和的 所讲的事情 他们相信 愿意跟随 他们也得救了 所以我们的信仰 其实也是这样 以我个人来讲 我一出生就在真义书教育的 信仰家庭的话 我是属于什么 就像善和的家人一样 我就选择接受 跟随 虽然我并没有去体验 我们家族信仰 第一代的那一份 改变信仰的过程 怎么样去面对困难 或是像善和这样去谈判 但是到最后的结局 都是同样得救 就同得恩典 所以我们的信仰 一直强调恩典 恩典就是白白得来 所以要好好珍惜 而不是说 今天我信了比较久 就好像很了不起 高高在上 看不起那个才刚受洗 一年两年的人 绝不可有这样的观念 有时候我们会问说 你受洗多久 你比我早几年受洗 知道就好 仅止于到此 剩下什么呢 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 我们都是一样 都是蒙神的拣选 蒙神的应许 我们都可以灵魂得救 有那个盼望 以后回到天家 所以在信仰上绝不可做比较 也不可以因为信仰的历程的不同 而有所差别的待遇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都要怎么样 都要同样喜悦 你不管 有时候有些人算是病危了 他愿意受洗了 就是好像赶到末班车一样 我们都一样高兴 感谢主来得及啊 那个信很久的 我也觉得感谢主 好他们真有福啊 那么早就信耶稣了 都有他的优点 往好处想 绝对与我们有益 这就是在这里所看到的 信心的应许 来看他的结果 这次应许还没有成全 因为以色列还没有打进来 我们来看他的结果怎么样呢 请看约书亚记第六章 约书亚记第六章 好我们请看 从十五节 十七节就好了 十七节两百六十九页 好一起读经 预备 请 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 只有妓女哪和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 因为他们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死者 至于你们物要谨慎 不可取那当灭的物 我们先读到这里就好了 主要在十七节 要讲到什么呢 全城都要被毁灭 人要杀光 东西 要消灭 不可取当灭的物 所以要怎么 反正就是人要 这个全部 所有的 看得见东西都要毁灭了 不走东西就拆了 但是只有一个什么 妓女哪和还有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 照着第六章是以色列人已经攻进了耶利哥城里面 约书亚就来听 就听从了那两个探子所报告的事情 然后承诺应许来救活了哪和的全家 所以这就是耶稣家府中的这个女子哪和 她虽然是迦南人 她虽然不是以色列民族 但是她的出生不能选择 因为她的出生 但是她的后来的人生是可选择的 因为全城被消灭了 说起来她也是算孤单的 以色列人愿意收留她 最后她能够嫁进以色列人的大家庭里面 以以色列人所拜的神为她的神 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 请看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在哪和的后面直接就写了谁呢 我们请看 第五节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说 撒门从哪和是生破外师 破外师从路德是生二费得 等于说这个 哪和 他就 嫁在 犹大家 犹大支派的 其中的这一个 撒门 这个人 他就嫁给他 然后生了什么 破外师 那是在路德记所记载的 那一个 娶了磨牙女子的那个破外师 所以后面直接介绍 破外师从路德寺来生二费得 那后面是什么 是大卫王的祖先 所以如果路德是 路德他是大卫王的阿咒 那这个 那和就是大卫王的太咒 高祖母 那这个 等于说都是 很重要 在圣经里面的重要的人物 最后耶稣基督选择在世上的家庭 就在这个家庭 所以是一个什么 有盼望的家庭 一个有信心的家庭 下一次会讲的是 有爱心的 这个家族 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我们来 学习的 所以最后的结果 全家得救 然后全家 能够 得到 等于全家得救 也是全家来归入 以色列人的 这个信仰 那我们今天 在信仰上 我们也是要 珍惜 我们现在都已经信主了 都不管我们从前 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或是我们出生 本来就是在这个 真书教的信仰底下 我们要怎么样 想办法要好好地持守下去 让我们 能够得享神 恩典的日子 得以 长长久久 所以只要听从神的话 来行出神 要我们做的道理 那么我们必然得福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讯息 也是我在这边 来分享我所领受 有关于哪和 这个人 圣经文记载了一些 可学习的榜样 他知道 以色列人的神 他有信心 愿意接受 相信 最后能够成为 以色列人 神的选民之一 那这就是 他的信心的坚持 与把握 然后得到最后的 美好的结局 所以我们一样 都在谈信心 我们也要学习 这个 去练习 我们这个 怎么样去了解 圣经想的信心 跟我们 观念的信心 的差别 最后来讲 希伯来书的 十一章第一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 在讲 有关于信心 是这样说的 十一章第一节 第二节 来的节就跟着读 预备起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 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的重点是在第二节 古人在这个信 上面得到美好的证据 在圣经里面 我个人领受的信心 是要有证据的信心 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自己 自己 自以为 相信的 那是不一样的 我常常用那个比喻就是 等一下要比赛 比如篮球比赛 要跟隔壁班打 老师会喊说 一目信心 打赢这场比赛 你一定要喊有信心 你喊没信 你说没有自信的话 那不用打了 不管会不会打赢 都要喊 一定必胜 可是喊完心里想说 隔壁班是去年冠军 怎么打赢 所以那个信心 没有证据 没有各样的证据 表示说 我们绝对可以打赢 因为各样的 资讯条件 都没有办法胜过对方 但是圣经里面 写的信心 是有证据的 以拿和来讲 他已经 听了那么多 有关于以色列人的消息 再来 他也知道 以色列人的 所拜的神是什么神 然后 这个神跟他的祖先 谈了什么条件 他是外邦人 根本不是他民族的事情 他知道 所以他能够 因为知道 然后 可能先知道一些事情 然后产生兴趣 又知道了更多 所以他知道越多 他产生了 信心 这个信心是有根据的 因为他去查考 他去问过 他知道了 所以他最后怎么样 凭着这个信心 他要得到一个 信心的保证 这就是他的信心的来源 不是自己幻想 我病人得救 没有幻想 他凭借了什么样的证据 产生信心 这里 这一段要表达这个 说 你凭什么有信心 凭什么 那个什么 就是你信心的来源 而不是什么证据都没有 然后自以为 我就可以得到 比如说像教会要盖会堂 我们就说 平信心 会堂能够盖 那个平信心凭什么 你前面那个根据的证据是什么 教会存款有多少 然后我们的这个 这不动产 估的价值有多少 然后实际 我们可以募款的能力 当然那个是预估的 那可能不完全算数 可是如果得到 白纸黑字的承诺 必会支援多少的经费 那我们要各方的证据 确实的证据 能够让我们有信心说 好 这个信会堂 我们就会盖起来 那个是要有证据的 而不是一直呼口号说 我们必 主要说必看顾 必看顾 那个实际的证据是什么 那句话 主要说必看顾 让会堂可以盖好 这个是事实 没有错 可是我们在 在做计划 在下决定之前的证据 这是学习 去领受信心的证据是什么 那这是以上 这个道理的分享 那我们来唱诗